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请跟我一起学习阿里勇用数据库RDS这门课程 我叫李兰柱 画面侦探 是阿里勇的一名培训讲师 在做讲师之前呢 有十多年的数据库相关的开发经验 对于MySQL以及阿里勇的RDS用数据库都比较熟悉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门课程的一些主要的提纲 一个目录 第一部分会讲解这个用数据库RDS的产品介绍 什么是用数据库 那么用数据库和普通的比如说MySQL SQL Server有什么区别 第二部分是用数据库RDS的实力管理 实力其实是说是用数据库RDS的一个名词 实力就是在基于SaaS的话融化以后 那么每一个用户拿到的MySQL的一个基本单元 都交由一个实力 基于这个实力可以去创建很多数据库以及用户 第三部分是RDS的数据库管理 就在实力之上用户可以创建数据库和用户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应用开发 第四部分是RDS的数据迁入 那么我们有实力有了数据库 数据库借表以后 在使用RDS之前 我们可能需要去进行一些数据迁移 比如说从我们已有的应用 物理机或者是说其他的服务商将数据切入到 利用RDS 那么切入会告诉大家有这种方法来进行 利用到实际的一个演示 最后第五部分会讲解 用数据库RDS的产品家族 因为本课程是以RDS for MySQL来讲解的 那么其次RDS不只有MySQL 还有其他一些产品 一系列的一些引擎的支持 我们通称为叫RDS产品的家族 那么首先看一下 用数据库RDS的产品介绍 我们仍是以这个MySQL为例 首先看一下RDS的设计目标 其实我们做过数据开发 或者数据库管理的同学都已经知道 其实数据库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任务 其实我们要保存数据 很多应用 比如说我们经常上的微博 然后看到视频 甚至我们学校的图书管理系统 教学管理系统等等 都有大量的数据需要保存 那么这些数据最后都落到了 关系性数据库的里面 对吧 那么普通的话 像我们用MySQL,SQL Server Oracle的时候 那这些数据服务本身需要很好的管理 那么数据的硬件 我需要去购买什么配置 那么数据库我要招什么版本 是不是需要备份 等这些管理任务非常的繁重 那么RDS目标就是要把这些 这个耗时耗力的 数据库的管理任务承担下来 让用户就是专注于对业务的开发 用户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弹性伸缩 这是RDS的目标 那么它的可靠性有非常大的一个保证 RDS天生的采用主虫备份的架构 每分数据其实至少有三分的一个保重 级别高可用性和高的数据安全性 承诺是99.95%的服务可用性 就是说只有0.5%的时间 可能是在数据库用尾 但这个时间也可以去选择 是在哪个时段 比如说是在晚上的凌晨的2点或者3点 进行维护的时阶段 那么其余的时阶段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可用性 那么数据可靠性可以做到6.9% 应该是非常的可靠 因为天生的主虫备份 那么用户还可以选择异地备份 实施的同步 这样的话能保证了 我们能够把数据库管理的非常耗时耗力 以及具有高技术难度的这些管理工作 都有RDS来承担 用户专注于自己应用的设计和开发 就OK了 这是RDS这个产品的一个概要 那么看一下RDS的这个基本信息 这是列举了RDS支持的常用的数据库类型 以及版本 那么主流的数据库我们现在支持 就是MySQL、SycleServer、PostgreSQL三种 这是最主要的RDS的版本 那么数据库引擎像MySQL的话呢 我们支持Enodb、TokuDB、ZiFuji 也是标配的UTF-8GBK、拉丁文 已经都已经有了 像这个GBK就是普通的我们的国标 UTF-8是公共的通用的unicode 支持全球的所有语言 SycleServer的默认就是接替中文 然后拉丁字符都已经默认得支持 版本是SycleServer2008R2 PostgreSQL是9.4的版本 我们本章节所有讲的内容 本科节所有的知识 讲的大多数的功能都是 ForMySQL这个版本 那么其实这些功能 在SycleServer和PostgreSQL上面 都非常的类似 大家学完MySQL的版本以后 再回去看另外两个引擎的知识 基本上非常的相像 就可以一边都掌握了这个知识点 那么在除了这些版本以外 RDS和普通的MySQL不同的地方是 RDS融入了MySQL版本 有阿利用的RDS 这个DBA团队的一些补丁 那么在阿里巴巴在淘宝和天猫的发展过程中 使用大量的MySQL开业的软件 那么同时呢 为开业的社区贡献了大量的补丁 做了很多的优化 那么前段时间 我们刚刚开放了 开业了阿里SQL 那么其实把所有的这个 很好的知识积累呢 贡献给了开业的社区 回馈社区 那么这些补丁其实如果说 让一个普通的数据管理员 去打补丁的话呢 其实还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这些补丁的结合有逻辑关系 有白板的冲突 甚至呢 可能打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系统的重启 不稳定的因素啊 都有可能会出现 但是使用阿里的RDS呢 这些异常的都不用考虑 我们贴身会打了最合适的补丁 最及时的去修复各种漏洞 那么关系使用过程中呢 其实阿里用强烈推荐呢 使用英雄DB的充足引擎 对于Mirceco来说 对它支持的事物非常的好 这大概是一个RDS的一个基本信息 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RDS的功能 首先呢 RDS除了它本身这个核心的数据库的功能以外 阿里为RDS呢 提供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数据库的管理平台 叫DMS DMS它就为RDS定制了一个基于Web的一个管理平台 非常方便 如果大家去使用过一些开源的工具的话 那可能知道PGPMyAdmin这样一个工具非常的流行 那其实DMS呢 类似这样一个Web的管理工具 但是呢 功能比PGPMyAdmin更加的强大 更加稳定 更加安全 就通过Web能够很好地去管理一个数据库 从数据库的这个表管理 四度管理 用户管理 那么后来到了这个实力信息的监控 导不导出 都有 后面呢 我们就没有诊息 第二部分是RDS支持轻松的这个叫数据的回溯功能 也就是说RDS在用心的过程中 我们在不断地打备份 然后呢 有增量 有这个缺量的备份 那么一旦用户觉得说 我需要将用户回复到 比如说三天前的 某一个时刻 具体时刻 比如说三天前23点56分 那这样的话 我们RDS在采端上直接可以 有这个功能 直接让数据库做回溯 定位到我们当时那一个时刻 那这个功能看似轻易的 这么一个勾勾学学的一个工作 那在传统的数据库管理的时候呢 是难度非常高的 我们知道MySQL呢 有这个祖父同步 有binlog传输 那这些知识点其实掌握起来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在实际的数据库中做大件 应用起来 其实难度也是很高的 那么其实RDS就不需要用户去管理这些功能 只需要菜单上去操作 就可以实现一个轻松的数据回溯 然后DMS呢 也是贴身内置 可以使用的 那么第二部分的功能呢 其实说RDS呢 为用户提供了 不光是本身的数据库服务 而且呢 为数据库的开发后段和后段应用呢 提供了很多的诊断的信息 比如说ManSQL 这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也就是说用户开发的应用 好不容易步到了数据库上开始跑 那么发现呢 有些功能很卡 就是特别特别慢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卡在什么位置 需要去查识字 然后去跟踪代码去解决 那么RDS呢 提供这个ManSQL的分析 就是说 你用户跑一段时间以后 我系统会出一封报告 给你展示 哪些SQL语句返回的行数特别多 执行的时间特别长 那么这些SQL语句呢 会都列到 这个管理控制台的页面上 供用户去检查 那并提供一些这个建议 比如说是组件 接着不合适 还是没有组件 是没有索引呢 还是说这个索引根本就没有用到 那么应该如何去优化SQL语句 更好的使用组件和索引的功能 然后导致 最后呢 让这个SQL能变得更快 应用了更流畅 这是RDS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功能 然后接下来是接控体系 除了这些Mans SQL和报告以外 那其实有很多种的日志 自由接控 比如说LPS是不是占得很高 CPU是不是占得很高 是吧 流量是不是很大 是吧 那有很多的报警罚指 SQL审计 那可以在上面去提供参考 帮助用户去发泄问题 然后去优化我们的应用 这就是RDS的几个核心的功能 那么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 RDS与自己的数据库的一个比较 到底哪些功能呢 做了优化 或者哪些优势 放在一张 这个胶片上看的 不要更清楚 那么首先看这个功能上 服的可用性 可靠性 安全性和数据备份 这些核心功能点 左边的是RDS 右边是直接的数据库 RDS呢 我们看到有可用性 就是9.95 那么这是贴身具备的 但这些数据库呢 你需要考虑这么多的因素 机房环境 电源 主机 故障恢复 那么IP的飘移 数据备份 等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 这个难度非常大 可靠性呢 6.9 这是RDS也具备的 那这些数据库呢 那我们要接锐的 打补丁 甚至组成复制 这些功能呢 需要一步一步去 自己接下来 也是工作量很大的 安全性呢 在贴身呢 RDS在阿里纹的机房 具备了防机道士 流量清洗 以及修复各种漏洞的特点 自介数据库呢 反正需要去自己部署 去购买一些硬件 备份 同样是 RDS呢 后台支持手工备份 也有自动备份 自介数据库这些功能呢 通通需要自己实现 这是几个核心的功能 那么从基础用为上 基本上RDS属于零用为 因为这些机器 软件 以及故障 这些基础工作呢 都由阿里纹的 DBA来完成了 那么这些数据优化 我们的接控码 报告啊 然后查询分析 非常直观的管理后台 都能看到 而这些数据库呢 一般需要去花很多钱去聘用 DBA来维护 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关于部署的话呢 基本上是RDS是即开即用 后面我们会讲到 如何去开通 去非常快速的去部署 按需开通 那么自介数据库呢 从采购 应接到机房托管 到部署呢 周期会比较长 还有制约利用率 我们按实际结算的 用多少 花多少钱 但是制约数据库的话 我们要考虑到 这个应用的发展 我们要去 按它的峰值去购买 比如说 三年以后 半年以后 甚至一年以后 我的数据库负载 那么去提前去 去储备一些应接资源 这样的话利用率 就会比较低 这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 RDS与制约数据库的 一个对比 希望大家呢 对RDS上面 有个基本的了解 好 本节呢 就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